Hello,我是Frank,今天咱们来到Lesson 38,第38课,咱们对37课做一个小复习 上期课咱们学什么东西了,就是学将来时,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你将要干数吗?那是这个意思,你打算做什么,你计划做什么 好,注意,这一节课的标题有点长,为啥呢?它是两句话 第二句话叫,What are you doing now? 咱们前几节课学的一个语法现象叫做现在进行时 所以说你看这本书的作者,设计的时候非常贴心 新学了一个知识点,还不忘了把老的给带上 那就正好了,有句话叫,择日不如撞日 正好今天咱们就把这两组进行一个对比 一个是将来时,一个是现在进行时 你看,在这两句话里都分别有自己的标志 上一句是,Be going to,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一看到这个,就表示将来,你打算做什么 下一句,现在,最后一个词叫Now,这个词就表示现在的意思 你现在在做什么 好,做今天练习之前,咱们还要先学三小单词 因为我怕你一会儿在句子里的时候不认识这几个单词 首先第一个,这你该认识了 为啥呢?它是家庭作业,Homework 这是我们每天都要接触的东西 别被这单词骗了 它虽然长得有点长,但是你仔细一看 它是两个单词拼在一块的 第一个叫Home,就我们早就知道了,表示家的意思 第二个叫Work,这表示工作 咱们也是刚学完的 在家庭的工作,对一个学生来讲的话 就是家庭作业 当然它还有第二层意思 因为不光都是学生,还有很多成年人 所以这个词也可以直接翻译成在家做的工作 同时注意,这个词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就是数不过来,作业的东西你哪能数得过来 所以这个词你不会看到它加S的情况 好,下面这词也是很简单的词 听,你给我听好了 你可以是听话,也可以是听音乐 可以是听一个声 我们经常在口语当中说的 你听我说,你闭嘴,你听我说 Listen to me 所以就有这么一个句型 就是听谁说,听某人 就是Listen to somebody 听什么东西,听某物 就是Listen to something 比如说听这个钢琴的声音 Listen to the sound of the piano 口语当中这个词用的特别多 特别是这两个人的谈话气氛不是很友好的时候 比如说这种 听着,你明天到底能不能来 这种问别人的时候 Listen, can you come tomorrow 另外很多歌里都会有这个词 比如说Beyonce 有首非常出名的歌 也是这个榜单上的经常是霸榜的一首歌 就叫做Listen 就叫做听这首歌 就这个 听 怎么样,听过这个旋律吧 如果不熟的话 再提点了 因为这首歌实在是被传唱的太广了 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喜欢学英语的人 肯定是接触过的 因为学英语 听英语歌跟唱英语歌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好,第三个词 dish 有人可能会问了 这还叫生死 这词出现有多少遍了 这个dish表示盘子 这在第一个意思 第二层意思表示一盘 第三层意思表示一道菜 然后变成复数 dishes 做这种plural noun的时候 也就是复数的名词的时候 表示带洗的餐具 也就是说大家吃完饭 剩下那个盘子 通常我们说的洗碗 就是do the dishes 或者是wash the dishes 有人可能会问了 那碗呢 碗在哪呢 其实我们洗碗的时候 你不光是洗碗的 盘子不洗吗 对吧 就像我们说吃饭 咱们吃的也不光是大米饭的 你还得吃菜呢 OK 现在单词搞定了 我们就可以进行看图说话的口语训练部分了 双数课的机会 大家各位注意了 特别难得 这是一个你自己说话的机会 一定要把嘴张开 这种课可不是看的 来 先看 这干嘛 这个三毛这是 不是 这是一二三四 这是七毛 脑袋上整了几根小毛 左边一个刮胡刀 右边一个这是ice cream 这是冰淇淋 显然不是 刮胡子的时候 你知道需要弄一些T恤泡沫 在顶上先润一润 不然刮它生疼 好 现在咱们就对这个图片进行一个提问 他要干什么 这人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这是老句型了 上一课咱们学的 回答的时候 我要刮胡子 shave这个词也是咱们学过的词 I'm going to shave 你看多简单 就直接把剧情套进去就可以了 问的都是一样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如果你的语言天赋好 你的模仿力强的话 你可以往连读上面发展发展 就是这样的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当然这东西不强求 因为有的朋友 连自己的母语普通话都没模仿好 你说模仿英文还是费得劲 好 回答的时候 就是简简单单的 Be going to的剧情 I'm going to 怎么怎么样 后面那个shave 你可以随便换别的词 我打算刮脸 刮头 或者洗脚 一会儿咱们看看具体都能换什么 好 接着来看第二张图 注意了 你看 它给咱们小图片底下提示的话 叫Now I'm shaving 又出现了Now 它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事情 所以这时候我们对它提问 就要用现在进行的事情 因为你看这图片 人家小胡须水已经上上了 抹上了 正在刮着 正在进行的动作 所以说咱们问的时候 就是你在正在干嘛呢 What are you doing now 老句型了 没有什么新鲜感了 好 回答的时候 我正在做什么 就是I'm doing something的形式 I'm shaving 就可以了 我正在刮胡子 好了 你看 这就是一组 一个人拿起刮胡刀 到刮 分两句话来问 一个是你打算做什么 另外一个是你正在做什么 下面的都是一样的 好 看下一张图 这大哥 他很明显是正在去做一件什么事情 他前面写了个什么东西 这是个小公交车 小站牌 Bus stop 然后给了你一句提示的话 I'm going to wait for a bus 他要去等车 这大哥在赶上路汽车 在这 所以在提这句话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要使用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这样的句型 你打算去做什么 我要等车 人家给你回答出来了 你直接把这句话重复一遍就可以了 I'm going to wait for a bus 那么这一遍 我是等于先帮你过一遍 最好你手里是有书的 新年一测这本书不贵 网上买的话才29块钱 最好手里有这套纸质的书 这样你练起来会更加方便一点 因为双数课 我在给你讲完之后 你是需要自己再来一遍 不能光听完就拉倒了 所以为了让双数课的效果 发挥到最大化 咱们听完课之后 是一定要自己练一遍的 好了 又到了这一组的第二张图了 已经到位了 到了这个bus stop 小站牌旁边了 那他现在做的动作 就是在等车了 所以说这时候你就可以提问他 你正在做什么呢 一个现在进行时 What are you doing now 那回答呢 就是I'm waiting 你可以简单的回答成 I'm waiting 但是别人不让你在等什么 你又跟他等人 对吧 所以我在等车呢 后面加一个for a bus I'm waiting for a bus 好 接着咱们再来一组啊 两个小朋友 你看正从这个书包里 网出掏书和本呢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打算将要进行的动作 那能是干嘛呢 那就是做作业呗 回家第一件事是什么 肯定不是玩啊 一定是先把作业做完了 然后你爱咋玩咋玩 相信这是很多家长 跟小朋友说的话 你把作业先写了 然后你爱咋玩咋玩 好了 还是接着问呗 问的话 你记住都是一样的 全是这个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你们打算做什么 刚才是你打算做什么 因为刚才是一个人 现在变成你们了 你和你们都是一个词 都是you 他不像我和我们 我呢是I 那我们是we 有可能发明这个 你和你们这个人 他都曾偷懒了 偷懒 然后就直接整了一个词 对付对付了 好 那么这两个小朋友 他们正打算做作业 他们俩回答的时候 假如你是其中的 这个小男孩 那么你回答的时候 用单数 这时候我打算 做我的作业 I'm going to do my homework Homework 是咱们这一节课 刚刚学的一个小生词 表示家庭作业的意思 好了 找不同 这张图跟上一张图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这个已经写上了 手里这拿着笔 正在写呢 所以说提问的时候 就是你们正在做什么呢 What are you doing now 然后回答 我正在做作业呢 I'm doing my homework 当然在回答的时候 你也可以在后面 加一个now 也就是 I'm doing my homework now 这两句话的意思 翻译过来都是一样的 所以不用太纠结 有now跟没有now 好了 这张图看着比较眼熟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一个bookcase 就是上节课 咱们学的这个书架 只不过粉刷书架 这个大哥呢 好像把胡子给剔了 这个好像年轻了 好了 还是老的套路 先问你打算做什么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然后我打算刷这个书架 I'm going to paint 这也是咱们刚学的 paint这个词 还记得吧 表示刷墙 或者涂嘴唇 都是这个paint 然后在后面加上er的话 painter 表示画家 或者是粉刷匠 提到这个粉刷匠 我突然想起一首儿歌 这首歌好像失传了 有些儿歌是能被传承下来 这首歌我好像现在很少听到了 就是那个 我是一个粉刷匠 粉刷本领腔 这个现在怎么没人唱的感觉 好 那么这句话 问你打算做什么 然后回答的时候 怎么回答 还是老的套路 be going to I'm going to paint this bookcase 好了 那就接着来吧 现在刷上了 对吧 刚才问你打算做什么 现在是你正在做什么 What are you doing now 然后回答的时候 I'm painting 我正在刷呢 刷什么东西呢 I'm painting this bookcase 我正在刷这个书架 怎么样 做到这儿 有没有一种很烦躁的感觉 如果你觉得这个烦了 啰嗦了 磨叽了 那你就厉害了 还是我原来说那句话 因为这个课的设计呢 双数课就是不断地在巩固 在复习你之前学过的东西 而且是同样的套路 重复好几遍 如果重复到某一遍 你突然觉得就这 就这玩意儿 早就会了 那你就OK了 已经成功了 好 再看这个 还是你打算做什么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那这俩人呢 他旁边放的这个 这个东西叫立体声音响 但是咱们现在这个很少用 或者很少见了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手机太强大了 像我们小的时候 这个没有手机的东西 所以听歌的话 得用这个立体声音响 Stereo 好 现在来提问 你们打算做什么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那我打算听音响 I'm going to listen to the stereo 好 这里面就用到了 咱们这些课学这个声词 叫listen listen to the music 或者是listen to me 好 接下来毫无悬念 换成了现在进行词 What are you doing now I'm listening to the stereo 我正在听这个音响的 好 最后一组了 终于到头了 咱们还是老样子 你打算干什么 这端盘能干嘛 砸盘进去吗 肯定不是 去洗盘子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m going to wash the dishes 我打算去洗盘盘 这里面的wash 表示洗的意思 洗手就是 wash my hands 然后注意后面这个dish 一定要用的是 复述的形式 dishes 因为所谓的洗碗 几个人吃饭 不可能就最后就一个盘子 好 最后一张图 你现在正在干什么 这些盘子已经塞到 这个水池子里了 那么提问的时候就是 你正在做什么 What are you doing now 回答 我正在洗盘子 I'm washing the dishes OK 以上就是咱们 第38课的内容了 希望你能体会到 重复的力量 就是当一个句型 或者是一个单词 被重复很多遍的时候 特别是 在隔了几天 或者隔了几节课 又被重复的时候 它是能够对抗 我们人类的遗忘曲线的 也就是说 这样的方式会记得更牢 更不容易被忘记 所以说这也是我 为什么特别喜欢 心该念这套教材的原因 这套书是几十年前编的 比我岁数都大了 为什么现在还这么能打 按理说这些年 也应该有一个 比较好的教材出现 然后把这些老教材取代掉 但是 它就是没有 这你上哪说理去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 非常神奇的现象 好了 我希望我把这套教材 给你讲好 让你有足够的兴趣和乐趣 去坚持下去 这就是我需要做的 也是我觉得意义 最大的一件事 好的OK 这节课咱们就讲到这儿了 我是Frank 咱们下节课再见